话说山东渝台人任建枝 以范毛瞻和皮大衣为生 他把所有的本钱都带上到陕西去 路上遇到一个人 自称申竹亭 江苏省肃千县人 二人谈得挺投机 拜了把兄弟 好的一步也不离 到了陕西 任建枝病倒了 申竹亭细心照顾他 十多天后病情加重 任建枝对他说 我家没多少财产 八口人的生活来源 全靠我跑外做买卖 如今我不幸得了这个病 这把骨头怕是要扔在异乡了 在这离家两千多里的地方 除了你 我的亲兄弟 我还依靠谁 包袱里二百多两银子 你拿一半 除了给我织办棺材什么的 剩下的做你的路费 另一半烦你寄给我妻子 好叫他雇辆车把我运回去 若是兄弟 你肯亲自把我送回家 那么所需的费用全在我那一份礼出就是了 说完就在枕头上写了给妻子的信 交给申竹亭 晚上就死了 申竹亭只用了五六两银子 买了口薄皮棺材装链任建枝 店主人催他赶紧运走 他借口去找和尚道士来给网友做道场 一去不回 人家一年后才得到确信 任建枝的儿子叫任秀 十七岁正念书呢 听到父亲的死讯 要去陕西找回父亲的灵鹫 母亲因他年纪太小 不舍得叫他去 他哭得死去活来 母亲这才同意 便卖了东西给他准备路费 派老仆人和他一块去 半年才回来 出病后 家里一贫如洗 幸亏人秀聪明 满了福 考中了本县的秀才 可惜这孩子性情放荡 又爱赌博 母亲虽然严加管教 只是不改 一次主考官前来主考科士 他只考了四等 母亲气得哭 饭也吃不下 他又惭愧又害怕 发誓好好念书 闭门读了一年 终于考了优等 并开始享受国家供给的衣物食品 母亲劝他收几个学生 教学 可是人们了解他过去的行为 不相信他 讥讽他 书也没交成 任秀有个表叔 姓张 在北京京商 愿意带他进京 并且不要他的路费 任秀很高兴 就跟表叔坐船上了路 到了临清地界 船停泊在城西关 正值好多运研的船 也停在那里 翻呀墙呀像树林 睡下以后 水生人生闹得他睡不着 更深夜静 忽然听见临船上有 炙头子声 叮叮当当 清脆悦耳 牵动人心 任秀的手不禁痒痒起来 听听同船人都睡熟了 他摸摸包中的一千文钱 很想过船玩一玩 便轻轻起来解开包袱 拿起钱 但想起母亲的教导 又犹豫了 便把钱包好睡下 心里终究不安定 还是睡不着 又起来 又解包袱 这样折腾了三次 终于忍不住了 带着钱上了临船 见两个人正对赌 赌注很大 他把钱放在桌上 要求入局 那两人表示欢迎 就一起挚起头子来 一会儿 人秀大胜 两人中的一个钱输光了 便把大块银子给船主人做抵押 换来零钱 又赌 后来又下了十几贯钱的注 想孤注一掷 正赌得起劲 又来了一个人 看了半天 也拿出所有的钱入了赌局 人秀的表叔半夜醒来 发觉人秀不在船上 听见头子声 知道他准去赌博了 就到了临船上 打算阻止他 一看人秀腿边上的钱堆积如山 就不说什么 背了好几千钱回船 把同船的几位客人都喊起来 和他一块儿去运钱 运了好几趟 还剩下十几千钱没运完 一会儿 临船的三个客人全败了 那船上再也没有钱了 三个客人要赌银子 可是人秀已经没了赌性 借口值赌钱不赌银子 表叔又一个劲地催他别赌了 回船睡觉 三个客人舒急了眼 船主人又贪恋赌客给小费 希望继续赌下去 就主动地到别的船上借来了很多钱 三个客人有了钱 赌得更欢了 不一会儿 又都成了仁秀的 这十天已亮了 临清码头放早班开船了 仁秀和表叔以及同船客人 一起把赢的钱运到自己船上 三个客人也散去了 临船主人看看 做抵押的二百多两银子 全是上坟的指定烧得灰 大惊 找到仁秀船上 打算叫仁秀赔偿他的损失 一问姓名 住处才知是仁建之的儿子 只好缩起脖 红着脸退回去了 原来这位船主人就是申竹亭 仁秀当年去陕西找父亲灵救时 也听说过 今天 鬼已经给了他报应 也就不再追究他以往的过错了 仁秀跟表叔合资到北边做生意 到年底赚了几倍的利 不久 根据常例 被卓为健身 仁秀也更会算经济账了 十年间成了那一方的首富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 谢谢